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 你聽過淘寶嗎? 應該聽過吧? 可是你會 可是 你會用淘寶嗎?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品惠少女的頻道 我是艾達 我是綠綠 我是艾達 我們是 品惠姐妹花 大家都聽過淘寶吧? 可是 你會用淘寶嗎? 會呀 會 不會喔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有很多人可以找到很好看的單品 很多Youtuber也在網路上分享他們找到的 戰利皮 他們的戰袍 戰靴 戰鞋 他們到底怎麼找到的呢? 而你卻怎麼搜尋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而且 是不是很怕踩雷呢? 有時候你買一堆東西回來 發現你能用的能穿的根本沒幾樣 不能用就算了 而且因為運費很貴 你也懶得退貨 今天我們就來分享淘寶的五大秘技 馬上教大家如何輕鬆使用淘寶 讓你瞬間也可以成為淘寶大使 在分享五大秘技之前呢 請大家先幫我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好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分享的是 以圖找圖 我相信這個功能應該有些人已經知道 可是我不得不說 以圖找圖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功能 如果你今天看到你的閨蜜 或是你的身邊的朋友們 出來帶一個非常帥氣美麗 你喜歡的包包款式 可是你問她說 欸你在哪裡買的? 她就說我要淘寶買的啊 那你給我連接你給我連接 就要三吹四琴 一不是忘記給你 不然就是想藏私不給你 這種閨蜜是不是要訣交 所以你怎麼辦呢? 你要去哪裡找她那款包包呢? 從今往後你只要跟她說 欸包包這麼漂亮 借我拍一下照好不好 你就把她的包包拍下來 你就直接去淘寶上面 以圖找圖 你就可以馬上找到同款的包包 而且還有可能找到不一樣的顏色 甚至 啊 不要講話 你還可以找到很多店家在賣同一款包包 你就可以去比較最便宜的價錢去購買它 以圖找圖的功能怎麼用呢? 因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用手機淘寶做使用 所以我們就用手機淘寶來做示範囉 首先我們先開淘寶的手頁 淘寶手頁一打開 最上方你有看到一個關鍵字搜尋 關鍵字搜尋的那個白色框框的 右邊有一個相機的圖案 小相機的圖案你點進去之後呢 手機就會自動轉換成相機功能 你可以現場拍照搜尋 你也可以上傳你手機裡面的圖庫 所以如果你要上傳你手機裡面的圖庫的話 你就按你的左下角 把你要找的東西的照片直接上傳 它就可以馬上找到 你可以從這個頁面去做一下價錢的比較 因為它會出現很多不一樣的店家去賣一樣的商品 所以第一個就是淘寶必會的以圖找圖 好接下來是第二個 就是你的地區設定 身邊有些朋友都會問我說 為什麼我找到的東西 他都說不能賣給我啊? 淘寶到底對我有什麼偏見? 他為什麼說不支援? 到底在不支援什麼呢? 他其實是在不支援你的所在地區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把你的地區設定在中國大陸 趕快來檢查一下你淘寶帳號的地區設定在哪裡 如果你的地區是設定在台灣、香港或是澳門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它是不會讓你購買的 就算你地址寫大陸地址 它也是不會讓你購買的 一定要把你的所在地區改成中國大陸 你這樣才可以寄到所有地方 那怎麼來看看自己的地區是不是設定在中國大陸呢? 手機淘寶界面的右上角的右邊數過來的第二個圖案 有一個地標的圖案 地標的圖案點進去檢視一下 你自己的所在地是設定在哪裡呢? 如果不是在中國大陸的話 請趕快把它設定在中國大陸 不然你會有很多東西是不能購買的喔! 好接下來進行到我們第三個秘技 第三個秘技就是請大家一定要 善用找從款的功能 還有評價跟買家秀 找從款的功能呢 其實跟以圖找圖有點類似 你知道淘寶很聰明 只要你看過什麼東西 你點進去 它都會記錄 它大概也知道你想要的顏色或者是款式 所以呢你在跳回你的首頁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很多類似款供你挑選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在首頁上 看到了一兩款你很喜歡的外套 或者是衣服的時候 你就常按 然後你就按找相似 按下找相似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很多很多的類似款 這個時候你就很容易去做 款式上面的比較 跟價錢上面的比較 所以其實找相似的功能我是覺得蠻好用的 再來每一樣東西請大家一定要看 所有的真人買家秀 如果你點進去發現 欸這家完全沒有評價欸 好像很少人買 所以沒有買家秀 你就盡量跳過它 除非淘寶只有它一個人在賣 這張商品啊 只是我覺得機率很低 請盡量找銷量比較多的店家 它也會有比較多的評價 甚至買家秀 他們曬出來的圖案其實才是最真實的 淘寶有時候是這樣 同一樣的商品 它用一樣的照片 可是是不同的工廠出產的 所以它的版型可能會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不要相信它頁面上曬出美美的照片 那些照片都是他們抓下來的圖 絕對不是他們原本的商品的樣子 然後第四個 這就是關鍵字啦 因為在大陸跟台灣呢 很多東西是不一樣的名稱 比方說我們說顏色好了 如果你要找桃紅色的東西 你就不能打桃紅 你要打眉紅 如果是你要找一件洋裝的話 你就必須要打連衣裙 如果你找連身褲 你就必須要打連體褲 所以其實在用詞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樣 還有啊像帽T 你就要打連帽衛衣 如果是大學T 就是他們所謂的衛衣 如果是女生穿的短板 最近年輕女生很流行的小可愛 全文不能打小可愛 如果你打小可愛 它會出現一堆真的很可愛的東西 就真的是小可愛 你要打抹胸背心 才是正確的關鍵字 如果你覺得 我怎麼知道它關鍵字叫什麼 你就先找一樣類似的款式 先用以圖找圖的功能 找到差不多的款式之後呢 你再看它下面的文字敘述 它下面的文字敘述一定會寫 這樣是什麼樣的商品 就可以找到它的關鍵字 再來我們進行到第五個秘技了 其實第五個是大家最頭痛的問題 就是物流 你要怎麼把東西寄回來呢 這也是身邊的朋友最常最常會問到我的問題 之後我會再拍一集 專門是for淘寶物流的跟大家分享 其實淘寶物流簡單來講就是分兩種 一種就是直送 一種就是集運 所謂直送呢 就是從買家當地 直接發貨到台灣 叫做直送 中間沒有經過任何的轉運站 或者是集運點 而集運呢 那就是買家把你的商品寄到集運艙 集運艙把你買的商品 比方說十個二十個包裹 統統打包在一起之後 它再一次幫你從集運艙寄回來 總共就只有這兩種方法 那直送呢 請大家唯一只能使用順風速運 因為我覺得順風速運是品質最好 而且不會激丟速度最快的物流公司 有些大陸的物流公司 它也是會直接送台灣 可是千萬不要去嘗試 因為我曾經有幾次的失誤 或者是賣家根本沒有在聽我講話 你也知道他們常常沒有在聽 除了順風之外 其他大陸的物流公司 我覺得都超級超級滿的 甚至比集運還滿 我有遇過有一家 我跟他說我要直送 他大概一個多禮拜才到 那我幹嘛直送 我直接集運就好了 而且他的價格跟順風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順風有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寄的 比方說一些特貨、液體啊 或者是電池類 或者是一些有品牌的商品 這些都要注意 他可能是沒有辦法幫你運送的 另外一個就是集運啦 集運其實一點都不難 只是集運要等比較久的時間 假設以保險的時間來講的話 直送你可能要抓4天左右的時間 而集運保險的話呢 你必須要抓10到12天 10到12天指的是 從賣家那裡發貨到集運站 再從集運站寄到你家的這過程 需要10到12天的時間 當然集運的價格是比直送划算很多 尤其如果你是買那種一件衣服啊 或者小東西啊小飾品 每一樣都直送 你的運費絕對會爆表 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大家 一定要使用集運的功能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現在淘寶你移到那個購買頁面的時候 它會出現很多很多的選項 比方說有沒有海運啊空運啊 空運又分成兩種 什麼快捷型、經濟型 然後官方直送blah blah一大堆 我跟大家講這些都不要選 通通不要選 在我使用的經驗跟周遭朋友使用 官方集運的經驗都不是太好 我會被淘寶轟殺 所以呢 如果你要使用順風的話 你一定要選自行聯繫賣家發貨 其實並不是每一個賣家的所在地區 都是支援順風直送的 所以如果他不能順風直送的話 你就只能摸摸鼻子集運囉 好啦五個秘技跟大家分享完畢 那當然集運的部分會複雜一點 我會再拍一集專門在講集運的部分 包含集運的價格啦 集運的方式 怎麼樣的商品 用什麼樣的方式 其實是最划算的 從淘寶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用了 我還買過很多大型家具 所有的運送方式我應該都試過了 所以呢 如果你淘寶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詢問我唷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拜拜